唐嫣与罗靖的恋情传的时间很早了,两人在2011到2012年期间合作过两部电视剧《乱世佳人》和《X特工》,其实恋情大概是英系结缘,随后两人在2016年12月6日唐嫣的生日公布恋情。 恋情公布一年多,终于传来要结婚的消息。唐嫣和罗靖不仅在影视作品中CP感很强,而且两人公布恋情后上节目各种秀恩爱也是超级的甜蜜。 参加完跨年节目之后,两人减少了很多曝光率,但却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他们一直都保持沉默,其实看来两人感情很稳定,只是不想被大众窥探更多的两个人的私生活。 10月23日有记者拍到唐嫣的工作人员托运十多件行李的照片,托运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巧合的也是有飞机飞往维也纳,工作人员并没有透露托运行李是为唐嫣和罗靖结婚准备,工作人员只是这么说,不太清楚,二人太低调,先祝福吧。 托运行李的同天有网友扑料唐嫣和罗靖婚礼的伴娘是刘亦菲和陈玉琪,张亮颖和吕逸也会出席,一般大明星们结婚伴娘至少四个以上,看来唐嫣的好友刘亦菲,张亮颖,吕逸和陈玉琪完全有可能都是伴娘。 杨幂结婚的时候唐嫣是伴娘,不知道唐嫣和罗靖结婚杨幂能否出席,不过也不好说,可能杨幂的荡旗错不开。 只是今年杨幂生日,为她送祝福多年的唐嫣居然停更了,不知道闺蜜之间发生了什么。 在,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和罗靖有过合作的配音间演员边疆的好友徐然疑似曝光了唐嫣和罗靖的结婚的点,奥地利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地方,充满浪漫神秘的气质,看来两人要在这个教堂里举行西式的婚礼。 随着结婚的点的曝光,唐嫣和罗靖估计都邀请不少圈中好友参加婚礼,媒体从这些嘉宾口中打探到两人具体的婚礼时间是10月28日在维也纳举行,婚礼很低调,只是双方小范围的亲友参加。 媒体报道两人已经在10月23日已经抵达维也纳为婚礼准备,参与婚礼服务的当的工作人员都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 大明星结婚也是类,主要应该是不想吸引更多的媒体到场围观,当然时间的点都曝光了,神一样存在的媒体自然也能够打探到婚礼具体在维也纳什麽地方举行。 35岁的唐嫣就要正式的嫁给37岁的罗靖,两人很般配,真正的郎才女貌,希望两个幸福美满快乐。